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以为二皇子跟长公主是一类人 看到最后才发现 其实太子跟长公主才是一类人 长公主吃恋庆帝的事咱就不提了 毕竟所有人都知道了 可从第二季开始 一切都变了 也许李云锐得知范贤是叶青梅的儿子时 他就崩溃 疯狂了 感觉全天下的男人都对不起他 尤其是庆帝 太不将他放在心里了 所以他对庆帝产生了恨意 处处忤逆他 还派人刺杀他 庆帝是最强悍的大宗师 武力只已到达顶峰 所以刺杀任务失败 但也让他看清了很多人 比如太子假装滑道 二皇子偷偷藏起酒杯 只有范贤跟大皇子奋力护驾肉搏 一次次的挑衅背叛 让心肠歹毒的庆帝彻底放弃李云锐 关进大牢 等到秋后问斩 可不要忘记 太子特别喜欢长公主 即便在禁足期 他也冒险救出姑姑 然后让人让进大牢一具女尸 造成李云锐自杀的假象 对此庆帝并未追究 毕竟他在他心中 已经失去利用价值 这可成全了太子李承前 他对姑姑百般折磨 对他又恨又爱 一开始明明在帮自己 为何最后却跟二皇子 站在统一战线上 自尊心受到伤害 他竟然变态得随心所欲 心想姑姑终于属于我一个人的了 最后就算是李云锐怀孕了 里程前都不愿放弃折磨他 范贤 武竹因为调查一起案件 就夜场太子府 正是没办成 却看见了李云锐的窘迫 被五花大绑在柱子上 清晰可见的小腹已经隆起 一看就知道他怀孕了 对此范贤并没有感觉到痛快 而是利用庆帝的逆反心理 将其引进太子府 然后亲眼目睹了这些荒唐事 一怒之下 赐死太子跟长公主 其实个人感觉 范贤做得有些过分 再怎么说 长公主也是他的丈母娘 虽然一直想置他于死地 可将女儿嫁给你 就已经是恩赐了 真的没必要将其逼到绝境上 首先玩这一关他就过不去 其实范贤做梦都想将长公主给杀了 只不过最后是借助庆帝的手 杀了想杀之人 但他万万没想到 庆帝竟将太子李承前给解决了 这是范贤做梦都不敢想的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虎毒还不食子呢 更何况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范贤看清局势 知道庆帝的人品 所以就在想自己的退路 正当他想退出朝堂时 五竹想起所有事情 原来叶青梅的死真是庆帝一手策划 他不光要杀叶青梅还要杀刚出生的范贤 是范贤夫人将亲生儿子跟范贤调包 才得以捡回一条生命 不久以后 庆帝策划大东山 毋庸置疑 他的本意是刺杀五竹 这使得范贤更加憎恨庆帝 他毫无保留的选择 站在五竹书这一边 一直等待时机 杀掉庆帝 为母亲报仇 庆帝武力值很高 已经超越人类 十个范贤也伤不了他一分一好 此时能要庆帝性命的只有五竹 所以在俩人大战之时 范贤并没有露面 五竹在大战时受了重重的伤 他一人对战神庙使者 又有几名大宗师 还有无数个大内高手 直到对立面都统统倒下 他又跟庆帝生死相搏 本以为五竹没有胜券 还好他的双眼最后派上用场 将庆帝化为乌有 连个渣渣都没剩 接下来说 庆于年三 庆帝几十年都保持童子之身 是怎么有孩子的 真相惊人 庆于年这部古装戏 感觉跟其他的古装剧不一样 尤其是皇帝当得特别憋屈 没有一点洒脱感 人家都是后宫家里三千 美人多得不胜数 而庆帝后宫冷冷清清 除了太后 皇后 就剩下没有存在感的才人 有人甚至怀疑 庆帝是不是喜欢男人 不过看他有那么多儿子的份上 很快就打消了这个疑虑 其实庆帝在这个年龄段是正值圣年 应该有所需求 可他偏偏将自己困在工作室研究弓箭铠甲 在网友看来 这是不正常的表现 所有大家对他这个问题特别上心 发现在所有的片段中 从没见过庆帝翻牌子 去宠幸哪位妃嫔 更没有一年一度的选妃体制 咱们再看看庆帝后宫的那些嫔妃们 相处特别和谐 没有宫斗 也没有争宠陷害 除了皇后 感觉都挺逍遥自在 在庆余年第一季中 范贤进宫面见几位娘娘 感觉她们的精神状态不是一般的好 大皇子母亲心胸宽广 每天舞刀弄枪 一门心思搞功夫密集 每招每事都尽显身后扎实 二皇子母亲 酷爱读书 将书呆子演绎得淋漓尽致 不过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二皇子的阴谋算计 感觉两人一点都不像母子 三皇子母亲更是奇葩 但也更接近民意 教育孩子跟寻常百姓家一样 动不动就家法伺候 腾条抽打 对孩子管教 丝毫不留情面 也不矫情 最后再说说皇后 身在冷宫 特别怕黑 拿酒当水喝 喝几壶都不带醉的 她是庆帝最讨厌的女人 不会说话 不会哄人开心 关键的是还没脑子 当年被爱情冲昏头脑 导致整个母族被全部斩首 庆帝这个角色 其实就是个工作狂 事业狂 她将所有精力都放在棋局上 猜忌上 还有设计上 满朝的文武大臣 都是她手中的棋子 包括她的老婆孩子 都可以随时成为棋子 在庆帝的算计中 牺牲谁 利用谁 不分忠诚或奸臣 只要实际已到 完全不顾及其他 只要做到她心中所想 丝毫不在意过程 所以后来才导致 李云瑞那么恨她 反她 去除这些 庆帝还有业余爱好 虽然有些沉重 但她不得不去做 那就是不断地研究武器 兼具火器 在第二季中 她的火药成功了 虽然被炸得满脸锅灰 但最起码听到响声了 想想庆帝活着挺累的 挑拨亲儿子关系 让他们互相仇恨 互相残杀 这变态的引导行为 导致最后没一个儿子孝顺她 遇到危险窘迫 一个装作摔倒 一个喝酒看戏 而庆帝本人每天活在 夜青梅舞竹的阴影中 睡觉都睡不安稳 因为那巴雷特的声音 成了她挥之不去的阴霾 也许在庆帝心里 女人只是繁衍厚大的工具 当子嗣已经足够多时 她就不尽女色了 毕竟没了需求 又何必去浪费自己的身体 她一生对不起的人很多 最对不起的就是冷宫皇后 将人家利用完了 还装作情圣 明明是她准许皇后当柜子手的 可最后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却吐死狗烹 途尽皇后全足 庆帝也对不起长公主 没有人是天生的坏 而长公主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百分百都是庆帝的责任 在第一纪时 听三皇子的母亲说过 长公主变了很多 不爱说话了 心思还特别重 这就意味着长公主 以前并不像现在狠浪无情 曾经也是个善解人意的小姑娘 对于叶青梅 庆帝是忌惮 她太有本事了 导致自己完全没有安全感 或许她也爱叶青梅 但特别渺小 最多还是爱自己爱权利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